这个女人太妄妇 只要和她结婚 就能咸鱼翻身成为有钱人 她的前四任丈夫 从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夜报复 但女人觉得钱是万恶之源 不想过这种枯燥且乏味的生活 于是选择和农民结婚 可没想到农民竟然在自家门口挖出石油 命运总是这样弄人 这个妄妇的女人叫雪莉 她从小就受到牧师的影响 认为钱就是罪恶 母亲甚至将这些治理真言 秀在墙上展示 然而 说归说 做归做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在高尚的真理 也掩盖不住母亲势力的本质 她想让雪莉嫁给镇上的富二代 她拥有镇上四分之三的地产 有豪华的宅邸 广阔的马场 繁华的百货商场 还有辆闪亮的小跑车 可是在雪莉眼里 这个富二代就是鬼祟 讨厌 无趣的毒舍 然而迫于母亲的压力 还是极不情愿地与她交往 约会时 他们遇到了镇上最穷的丁字户库博 富二代准备戏弄她一番 故意开车见了她一身女 结果库博完全没有生气 反而笑脸相拥 连连表达歉意说是自己的错 库博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深深吸引了雪莉 觉得这才是她的梦中情妇 她开始主动制造机会接近库博 二人一番交谈 发现彼此的人生观 价值观简直完全贴合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二人很快坠入爱河 雪莉表示就喜欢这种一穷二百的生活 库博向她保证 绝不会辛苦工作 绝不兴旺发达 为了实现对女主的承诺 库博每天只工作一个小时 其余时间全部用来陪伴雪莉 虽然很穷 但是在雪莉眼里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这就是她想要的田园木格生活 然而 好景不长 富二代在得知雪莉拒绝她 嫁给穷光蛋后 横树睡不着 想不明白自己差在哪 于是来到他们家一顿嘲讽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库博被富二代这一次机 决定奋发图强 努力工作 让雪莉过上更好的生活 她成为了一名推销员 库博每天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陪雪莉 很快她的事业越做越大 从街边小摊发展成了集团公司 挣的钱堆成小山 根本没地方放 她终于让雪莉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可是突然有一天 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月的库博 接了一个电话后倒地猝死 丈夫死后 雪莉继承了200瓦遗产 在她眼里 这些钱就是一堆生菜 她把钱存在银行 房子送给了母亲 自己独自一人出去散心 女人厌倦有钱人的生活 费尽心思嫁给穷人 可娶她的人都成为了资产过亿的富豪 她只能不断寻找目标 终于在旅游途中认识了穷画家 她的屌丝气质 很符合女人的择偶标准 二人情投意合 于是很快便热恋结婚 雪莉终于又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穷日子 然而还没等她享受几天 画家便研制出了一种新的作画工具 利用嘈杂的噪音带动机械臂做画 吵得雪莉受不了 于是提议为什么不用音乐代替噪音呢 结果弄巧成桌 这样做出来的话 让画家很满意 隔天就卖了几个W 她的作品逐渐走红 大获成功 还买了大别墅 然而画家却沉迷于工作 不是在工作室 就是在画展 根本没有时间陪伴雪莉 在某次创作中 机械臂突然不受控制 将画家团团围住 只听轰的一声 画家被炸死了 雪莉再次丧腹 刚到机场 飞机便起飞了 但她意外遇到了一个富豪 她富甲天下 继承了价值上千万的商业地步 雪莉决定蹭她的飞机离开 飞机上豪华至极 配套齐全 还有私人管家 富豪非常热情地招待雪莉 随后便开始工作模式 这让雪莉认为 她也不过是个金钱的奴隶吧 傲慢 冷淡 自以为是 可没想到这富豪会开飞机 雪莉坐在副驾驶上 感受着灯火 天穷和繁星 富豪还为她拒接了一个工作电话 二人相谈甚欢 雪莉逐渐对这个男人刮目相看 她认为富豪足够有钱 不会因为工作冷落她 于是二人落地便结了婚 为了陪伴雪莉 富豪开始改烂 她不再管生意上的事 而是每天陪雪莉出席各种高端聚会 从未见过如此忘夫的女人 她嫁给富豪后 富豪放弃事业什么也不做 资产却翻了三倍 但是雪莉并没有为此感到开心 反而开始忧虑 因为她的前几任丈夫 也是在抱负之后暴毙 她开始思考如何拯救富豪 无意间在杂志上看到农场的广告 于是决定带富豪去乡下生活 希望可以破除魔咒 二人买了个小农场 养了一群鸡 几头牛 过上了朴实的生活 然而 是福不是活 是货躲不过 富豪久后给奶牛按摩 结果被一群化分了 雪莉再次成为寡妇 继承了富豪1.5亿马内 人在家中坐 钱从天上来 她觉得自己住孤生 于是决定余生一个人活 然而 忘情的表演 全场的人都不鸟她 只有雪莉给她捧场 二人一番弹心 雪莉被小丑逗得哈哈大笑 她觉得小丑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二人很快便结了婚 住进了破旧的船屋 在苦中作乐 可是该富还得富 拦都拦不住 在一次表演中 雪莉建议她不要化妆 直接上场 结果表演大获成功 小丑很快成为大明星 档期统统排满 而雪莉又变成孤零零一人 按照之前的规律 接下来大家都应该猜到了 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小丑被疯狂的粉丝们踩踏 直接领了盒饭 雪莉只能痛苦地继承她的遗产 接二连三的丧夫 让雪莉开始怀疑人生 她来到医院看心理医生 在这 雪莉遇到了当年那个 她瞧不上的富二代 如今她已经破产 成了一名清洁工 但她的生活态度却变得洒脱 真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雪莉似乎对这种人生态度没有抵抗力 她嫁给了一穷二白的富二代 二人生了四个娃 在农村过上了南耕女支的朴实生活 可万万没想到 富二代在耕地时 在自家门口挖出石油 雪莉看着这离谱的事情 止不住地流泪 她不想再失去丈夫了 好在 两个石油工赶到 声称这石油是属于国家的 听到这个好消息 雪莉开心得手舞足蹈 和丈夫抱在了一起 自己身上的诅咒终于没了 也许在二人感情当中 陪伴才是真正的财富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